江西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心地带,也是中央苏区的所在地,建国后更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区域。 而在江西长期工作的便是杨尚魁。 1986年,杨尚魁因病辞世,他将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了江西人民,而他的家人,尤其是与他携手半生的夫人水静更是痛不欲生。 在此情形下,水静为走出伤痛,决定前往美国与女儿相见。 结果此事很快被李先念得知。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李先念不仅支持他到国外散心,还特别下令让查一查谁是驻美国领事。 水静前往美国,为何会惊动李先念? 李先念又为何会帮助水静呢? 视频开始之前,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,感谢您的支持。 1905年,杨尚魁出生在江西新国县一户普通的农民家中,家境异常贫寒。 1917年时,他就因家中贫困而被迫离开学校务农,当然也受尽了地主的欺压。 好在1928年时,共产党来到了新国,并且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。 在这股红色风潮的影响下,杨尚魁加入了农民赤卫队,并于次年光荣入党。 中央苏区成立后,杨尚魁就在自己的家乡担任县委宣传部长。 为了宣传党的宗旨和主张,他靠着自己的双脚走遍了新国的山山水水,甚至深入到每一户人家中。 在杨尚魁坚持不懈的宣传下,新国80%的青壮年都参加了红军,创造了被毛主席誉为低等的工作的突出成绩。 红军长征后,杨尚魁并未随之离开,而是继续留在中央苏区与向英、陈毅等领导人一起进行了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。 期间杨尚魁也曾数次濒临绝境,但这一切从未动摇他革命的坚定意志。 为了解决游击队的物资困难问题,杨尚魁想尽了一切办法,每天都在山上采集食物,但凡可以吃的东西都不放过。 将自强不息,艰苦奋斗这几个字全是得淋漓尽致。 全面抗战开始后,中央得知杨国魁在中央苏区的作为,决定将他调到延安工作。 1939年底,杨尚魁辗转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,并进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。 此后抗战期间,杨尚魁基本都在延安学习和工作,并对延安整风运动做出了突出的工作成绩。 1945年4月,杨尚魁作为干月边游击根聚地的代表,参加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共七大。 抗战胜利后,国内的形势依然不稳定,国民党蠢蠢欲动要发动内战。 为争取有力局面,1945年底,中央决定派出干部团远赴东北,杨尚魁就在其中。 解放战争打响后,杨尚魁先后在吉林省敦化县等地开展工作,不仅充分宣传和发动了大量群众加入东北野战军,为解放军兵力补充创造了有力条件。 另一方面,杨尚魁还大力开展土地改革,在他的组织和努力下,吉林省南部地区早在1947底就完成了土改工作,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和支持进一步加强。 仅1947年6月至9月的三个月时间里,杨尚魁主管的吉林南部地区就有超过3500名青年参军,军粮共筹集将近8000吨,另有大量款项,单价,运输工具等。 到了1949年,东北全境已经解放,与国民党的最终角逐已经开始。 东北的局面稳定后,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,又鉴于杨尚魁在吉林的卓越表现,组织上决定由杨尚魁带队,率领南下干部团前往江西。 扩别十年,杨尚魁再次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江西,而这次的任务却更加艰巨。 不过所幸的是,他也在这里结识了自己携手一生的爱人,水靖。 1929年,水靖出生在安徽吴维县,比杨尚魁足足小了25岁。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,水靖所面对的更多的则是日寇对他家乡的残忍迫害。 出于对日寇的痛恨,水靖于1944年参加了新四军,由于其年纪较小,更多从事着后勤工作。 可即便如此,水靖依然勤勤恳恳,兢兢业业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,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和嘉奖,并于1946年光荣入党。 抗战胜利后,新四军番号退出历史舞台,水靖也被编入解放军,并随即跟随部队共同前往东北地区参加战斗。 不过,他当时所在的地区并非是吉林,而是辽东地区。 虽然当时杨尚奎与水靖同在东北大地上,但却在机缘巧合下并没有见面。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,水靖跟随部队一路向南推进,并最终来到了江西境内,此后便一直跟随部队在江西地区休整。 建国后,由于各地政府机关需要大量工作人员,所以军队中开始号召部分人员转业到政府部门中去,为地方建设做出新的贡献。 水靖考虑到该打的仗都已经打完,眼下国家建设正需要人到地方上去,于是便主动申请转业并服从组织调派。 就这样,水靖最终被分配到了江西省政府工作。 在这里,水靖遇到了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杨尚奎。 此前水靖虽然担任的并非是作战任务,但政府部门与军队的工作节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,水靖一开始表现得很不适应。 杨尚奎作为领导,对政府新人持关心和帮助的态度。 只是水靖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彻底适应政府的工作,长此以往,杨尚奎对水靖的关注也就比其他人要多一些。 或许也正是这种工作上的朝夕相伴,让水靖对杨尚奎的耐心和细致甚为轻默。 同时,杨尚奎也对温婉贤靖又一直追求进步的水靖非常青睐,不知不觉间两人已经互生情愫。 只是杨尚奎年长水靖24岁,而水靖正当妙龄,这也是杨尚奎最在意的地方。 眼看两人毫无进展,同在江西省政府工作的其他同志却有些着急,于是便自发互相做他二人的工作。 最终杨尚奎克服了心理障碍,主动找水靖谈。 其实我早就调取过你的资料,我觉得你很好,要不我们就等杨尚奎说完,竟然低下头不敢看水靖。 片刻之后,水靖却回道,你看过我资料了,那我也要看你资料。 杨尚奎这才抬起头来,只见水靖的双眼已经笑成了一条缝,顿时杨尚奎大喜说道,没问题,随便看。 之后两人的关系逐渐升温,没过多久,杨尚奎就与水靖洗劫连礼。 后来组织上出于适当的照顾,便任命水靖为杨尚奎的机要秘书,从此夫妇同心,共同为江西的社会主义建设处理。 对于江西的建设,杨尚奎最看重的是江西的农业生产条件,他多次到下面去视察农业生产情况,经常带着水靖一起。 夫妻二人走遍了江西每一处艰苦的农村,为乡亲们的温饱,同心协作。 1961年期间,杨尚奎每年向外省调粮十几亿斤,对国家建设和支援灾区起到了积极作用。 水靖也十分理解杨尚奎的做法,他带头削减家里所有的用度,将节省下来的钱粮全部支援外省。 江西省伟各部门见到杨尚奎,水靖夫妇亲自带头,也纷纷效仿。 江西是一块红色的土地,更是一片美丽的地方。 庐山是江西著名风景区,这里不仅风景优美,在建国初期还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。 毛主席就非常喜爱庐山,建国后,不仅先后26次到庐山,更在这里召开了一系列重要的会议。 作为江西省主要领导人,杨尚奎夫妇自然要做好中央领导人的接待工作。 而水靖冰雪聪明,温柔咸静,数次帮助杨尚奎出色地完成了接待任务,并与许多中央领导人熟视,其中就包括李先念夫妇。 无论是李先念与杨尚奎,还是水靖与李先念的夫人林家梅都有着非常深刻的革命情谊。 李先念与杨尚奎早在红军时期就已经互相认识,水靖与林家梅也是在革命年代就已经缔结深厚情谊的革命姐妹,两人甚至曾经同踏而眠。 建国后,林家梅首先与李先念结婚,不久后水靖与杨尚奎结婚。 尽管过往林家梅与水靖从未断过书信往来,但从建国后开始,两家的往来才逐渐增多起来。 尤其是毛主席经常到庐山开会,李先念有时也会前往,两家人相见次数增多就更加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情。 不仅如此,杨尚奎夫妇每年都会到北京去或是参加会议或是为杨尚奎治病。 每逢到达北京,李先念夫妇都会与杨尚奎夫妇小聚一番,或有缘赏花,或共聚小酌,两家情谊历久弥奸。 1962年时,杨尚奎再次因病,在水靖的陪同下到北京治疗。 由于这次的病情相对比较严重,杨尚奎需要住院治疗,水靖也需要一直在旁边陪护,所以两人都没有时间去探望李先念夫妇。 不过很快,杨尚奎进京治病的消息还是被林家梅知道了,自然也就告知了李先念。 李先念对老友的到来非常高兴,当即就让林家梅到医院去探望,并且还要请杨尚奎夫妇到家里来。 水靖也没想到李先念夫妇会知道自己到来,表现得十分震惊。 林家梅进门后,先日对杨尚奎表示了慰问和关心,随即便和水靖拉起家常。 两人就在病房里谈天说地,搞得杨尚奎不禁有些手足无措。 临行前,林家梅向杨尚奎夫妇发出邀请,希望他们到家里来做作。 但此时杨尚奎身体还没有恢复,又不好推掉老友的盛情邀请,最后只让水靖带位前往。 水靖已经不是第一次到李先念家,对这里早已非常熟悉, 但每次来的时候李先念夫妇都会站在门口迎接。 不过这种待客之道并没有让水靖感到拘捷, 他依然如往常一样与林家梅聊天,陪孩子们一起玩耍。 也正是在这一幕幕平平无奇的交往中,两家人关系愈加亲近。 1986年时,杨尚奎因病逝世,享年81岁。 远在北京的李先念夫妇得知老友离世,不由得悲痛万分, 但由于公务繁忙,未能亲临吊艳。 他们心中更清楚,水靖承受的痛苦要远远大于他人。 二人是携手三十多年的夫妻,抗力情深, 杨尚奎的离开无疑对她的打击是最大的。 此后林家梅与水靖的联系也逐渐多了起来, 但始终都无法真正让水靖走出伤痛。 1988年,水靖忽然想到美国去找正在读书的女儿顺便在国外散散心。 在许多人的帮助下,水靖很快办好了前往美国洛杉矶的签证, 但是受限于当时国内航班有限,需要从深圳出发。 这件事自然也很快被时刻关注水靖的李先念夫妇指导, 两人思来想去还是有些不放心, 但又没有理由阻止她前往美国与女儿相见。 几经思量之下,林家梅就想趁他们到杭州办事的时间, 约水靖到杭州先游玩一圈。 虽然出国的时间已经临近, 但水靖还是不忍心辜负好友的美意, 于是收拾好新装就前往杭州。 所谓上游天堂,下游苏杭,杭州的美景真的有养人的功效。 李先念夫妇与水靖一起畅游西湖,并用心观察水靖, 但见水靖虽然有些憔悴,但精神却好上许多。 一趟游玩下来,李先念觉得水靖应该是刻意出国的, 于是主动询问水靖要到美国哪座城市。 水靖淡淡回答道, 洛杉矶。 未向水靖尽可能地提供方便, 李先念随即吩咐秘书岛去查查谁是中国驻洛杉矶市馆的领事, 吩咐他尽可能地多照顾水靖同志一点。 寥寥数语间,水靖心中已是说不出的感动。 尽管杨尚奎已经去世, 但水靖与李先念一家的感情依然很好。 1992年李先念去世后, 便只剩下水靖与林家梅这一对革命姐妹。 在漫长的岁月中, 他们相互扶持,一路前行。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,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。